大家好 最近比较没行情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MT4的一个下载跟使用的方法 首先呢 我们先到这个YouTube网页 输入MT4 那你会看到很多的这种平台 那你可以一开始的话 我建议大家就是用Demo账号 用一个模拟的去试着去操作去感受 知道整个波动 它的 这些所代表的金额是多少 这样才会有真的概念 等你的模拟账号能够得到正的收益的时候 再开始投入资金 我这样会比较稳定 那因为我要得到比较多的产品 所以我选择的是这个EasyForest EasyForex T4 Download 那进来以后会 第一个第一个连结 进去 Regist and Download MT4 这个点进来 那这边输入你的讯息 那这个留下你的电话或不留都可以 留下来它会打给你 那你可以跟它说我要先试看看 大概只会打一次没有关系 因为毕竟我们要用人家的一个免费的这个资讯 这个Data 我觉得还好 OK 所以我当初有留真的 那对方也蛮客气的 那下载下来以后 你会得到 这个 等我一下 你会得到这个档案 我们把它执行 然后安装 让它跑一下 那你可能会跑得比较久 我刚才有试着安装一次就比较快 完成 好 它会跳这个画面 这个不用管它没关系 那这个就跳出来 让它去跑 它一开始会scan 那scan完它会box一声 你就会看到这个pin子会跑出来 点demo 点进去下一步 然后new demo account 假如你刚才注册的话 它应该也会寄一组给你 你也可以在这边再注册一组 新的都可以 我先假设我要注册一组 这边要不要输入真的就不一定 这个就看你自己 那这个钱资金你就选 你未来可能会投入的资金 当然不一定要那么多 我印象中其实好像500也可以 但是你要去知道说 最小的手数 比方讲0.01手 你应该至少要有500美金以上 你才能控制到 一单是在50点以内 你的风险是1% 我的建议是这样 至少要在500美金左右 一次下0.01手 那我们这边先用3000美金 然后agree这个agree 下一步 那他会给你一个账号密码 你这个记起来 这个我们自己的记起来 记起来 这个其实未来你在里面也查得到 但是我怕会有一天找不见 我们自己记起来比较安全一点 完成 那刚才的那个东西在 会听到这个声音表示连线成功 你看右下角这边 这边就是连线成功 它那个开始 它的connection status 然后它会有incoming mail 就是这里 那werecom里面 看一下 这里面就会有刚才的一个注册的 new account registration 这里面就会有刚才的 其实它有帮我们记录 一开始的界面是英文 你可以选择让它变成中文 side view language traditional 里面 你把它选择团体中文 restart 重开 这个关掉 从开以后就是中文了 然后最左下这边交易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余额 静止这样子 那这两个东西会在我们待会下单以后改变 我们再来讲 那这个是它的一个基本界面 中间会有这个default 这边以后也可以设定 你会看到我平常在用的时候 切换很快就是靠这个东西 这个也蛮好的 等下教大家怎么使用 我希望尽量今天能够在 我们第一就是快一点 也不要太久 看能不能在11点半先结束 然后下一次再介绍比较难 我们先把这边拉开一点 这个货币呢 它没有办法是中文的 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投资国外的产品 本来就是都是英文 你用中文去搜寻 反而不好 你反而得不到比较及时的资讯 这一开始这边比较少 你要按右键 全部显示 这时候 这个就会变多 所有的东西就会很多 就是我平常在看那些 大类都有 那这边是你注册的 这个导航我们可以关掉 好 那一开始是这四个小画面 我们要看的是这个图表 我先把它放大一下 然后把这个三角的这个 它这边点开就会立即下单 我们把它缩和 然后这个 这个是打擦把这个关掉 这个这样子 先把这个都缩起来 好 那我们先做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就是把 几个基础货币都拉进来 我们现在有了欧元 所以我们应该还插的是家元 你只要从左边 滑鼠按着 拉过来 就会有 澳元 拉过来 接下来 接下来还有一个是 纽圆 纽圆我也会翻过来 找一下纽圆 纽圆比较下面 这个可以排序 你把它按着 往上去 慢慢的拉动 它下次就可以在比较上面 我希望它在这里 然后再来是美元指数 找一下 它特别的颜色 Dollar Index 还有一个是黄金 黄金在 这里面叫做SAU USD 很多地方都这样叫 习惯一下 然后再来是石油 石油有两种原油 有一个是美 美国油跟英国油 我拉美国油就好 这个是British Brent 对不起 Brent oil 布兰特油 大致上这样就够了 看有没有Lose 澳元 纽圆 日圆 OK 加元 新加坡B也可以看 它也算是比较稳定的 大概就这样子 一开始先不用去了解交叉 没关系 假设以欧元来看 那这个 这边的画面是这样子 这个叫一分钟 五分钟 minute minute的缩写是M 15分钟 30分钟 hour 一小时 所以是一小时 你点它就会变 然后是day 日线图 周线图 月线图 所以我们再看这个 切换的话很方便 它预设的这个 是14ma 其实东西不用多 甚至你用这个最预设的 也都是可以 然后 在左边这边 这边是 游标 游标的用意是 你可以拖动 按着的时候就可以拖动 拖动的时候要注意把 这一个先取消 自动滚了 它这个意思是 比方讲我们今天拖动 拖得很远 那要回到最右边怎么办 点一下这个就回去了 这个是十字轴 你要 比方讲你要看这一点 要看它的价格 就放这里 右边就会显示它的价格 你要看这个区间带 它右边到底 大概是多少价格 你就可以看右边的价格 这个用意 然后其他的地方 我看看 这个也会用到 画水平线 有时候我们会画那个 支撑阻力 这很简单 你要让它变出 右键 属性 这里就可以变出了 看要多出都可以 我带第二期我就觉得够 也可以画直的 直的用意是什么 比方讲 今天我要看 某一个关键的日子里面 这个先取消 我要在 我希望能看到它的改变 我们往往会看到在这种 它下跌 我们用这边 这个地方来 说明一下 他这种 这个要取消 假设 这是一个 很大的头部吗 对不对 头部的下跌 围测均线 这一天 这一天其实就是一个 很好的讯号 对不对 我们在回测图表的时候 我们想要了解历史 到底在教我们什么 我们要怎么建立自己的交易方法 就是从这些去建立 那这一个地方 它的小石图到底在哪里 我想要看 我要怎么建立 在小周期的一个进场方式 这时候就会用到十字 线 线 线 我在这边点一下 这一天是 这一天结束 我要再下一天 我们都是日线 何天早上都会看一下 所以我想要知道这一天的 应该出现什么样的机会 我可以做 点回一小时 这时候我就不知道 他刚才在哪边了吗 那我们刚才已经在这里去 画线了 所以我们就去看这个交叉地方 我先把这个去掉 假设这个地方 这个也 这个也先去掉 然后 然后我希望知道的是这里 这个位置 回到一小时 这时候你就可以往 往左去找 我们先看一下大概的时间 这时候要用十字线 这时候要用十字线 不好意思 先看一下大概的日期 这时候往下 画面的下方 2018 5月15 好 我们去找 那个时候 至少我们有一个 往左边拖 5月 5月是 Main 去找Main在哪里 5月花在哪 看一下5月 5月到了 这里这里 好 这一天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 我们在 对不起 跑掉 4月 过头过头 我们在刚才看到 这种 它产生一个非常 在一小时里面 这里就会 这个 你假如都是在看这种很围观的 你会陷入一个 这好像是上升嘛 对不对 上升的高点 上升的 来我来圈 用圈的比较好 上升的 这个 上升的高点 上升的低点 它的折返 这是一个上升的流向 在还没有看到 后面之前 你会失去 以为说 这一段的下跌 我开始要做什么 上涨 对不对 这边下跌完了 下降趋势结束了 有上升的流向 那我就开始做多了 那 这样真的对吗 这样真的对吗 我们要做的应该是更大更大的趋势 也不能说更大 我像我 咖啡做月的很大 糖做粥的也很大 那个就是 一周再去确认 一个月再确认 那个是很慢 看你有没有要做那种 假如你要做的是 通常就是日线级别左右的交易 这时候就要看小时线 那我们在 这时候才会找到 这时候我们都是在等待而已 像这段时间也都在等待 等待一个回调的结束 或者一个新的趋势的展开 好 这里 这边出现了讯号 告诉我们 日线告诉我们 接下来要做空了 那么我们在后面的时候 看到这些挣扎 我们要想的就是怎么样进场 然后找支撑位 最近的一个支撑位就是这里 然后我们再跌破 我们要做教育计划 跌破这时候的 跌破这时候 不用箭头 跌破的时候进场 停损手上面 也是这样的 做这样的计划 然后接下来就是去取利润 依照规则去移动止损 这才是比较大的 相对于这一段的上涨 这里才是比较大的 这是一个顺便带到一些交易的概念 MT4它的使用方法 就是大概是这样 我们一般来 这还可以拖动 把它拉上来一点 最左边这边有一个黑色的小线 你可以把它拉上来一点 切换周期 画线 我觉得这最常用 其他还好 有时候会放大 你会放大再看更仔细的 其实K线 这个红色绿 什么颜色都不重要 什么红涨 红买绿 这些都 不是很重要 你再接触一些国外的商品 就是这样 你这个说放到你觉得舒服的感觉就好 我看看还有什么 下单 我们来试个下一单 现在是模拟的 我先跳到最旁边 这个也可以按 这个意思是让右边可以多一些空间 这一个红色的小箭头 让我们知道 这有一点空间比较舒服 然后我先缩小 这边有一个功能 我也会用到 我们现在把这些叫出来很多 我们要让它排列整齐 不用手动去排 在四窗 平铺窗口里面 好 它就排好了 它会排九个 有一个没排到 你把它放大 再重排它就会排 它就全排进去 我其实我是不想要那么多 我想要少一点 修个比较强迫着一点 好 然后首先我会先观察美元指数 看一下美元指数在哪 刚才有人拉进来 因为我这边下方 这边有被这个直播会挡到 等我一下 在这里 然后它的顺序 可以把它调整 我现在来调整一下 你把它这个往左 按住它往左 它就可以调整 我希望美元指数在最左边 然后欧元 你就可以去调整你要的 调整完以后 再按四窗 屏幕窗口 它就会排好了 我想要先看到的是美元指数 然后欧元 还有一个是黄金 黄金我看一下 这里 都被挡到 黄金也排过来一点 就是比较有波动的 然后比较好操作的 一开始建议大家就是先做这种欧元 欧元 它的一个点差最小 所以对你而言可能 对我们 对我来讲 这个胜算会比较大 交易成本很重要 相对我们交易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假设 看一下日线 假设这是一个回调 我要做它的回调 我现在看到这个波动 我要买入 然后我要把它 我要用0.01手 我应该不要在这边交易 我要按右键交易 新交易单 一开始 都先下最小 0.01手 试将来 假设是这样 通常我们会先设好止损 我先还是要先做好止损 了解一下 1.3436的下方 我就要停损 1.34 跌破一点 就是跌破一点 2.6 比较止损 然后试加买 太近了 因为是摩尼仓 摩尼仓的这个停损位置 或者是就会比较远 或者是现在假如有重要的消息 在发布的时候 它的停损位置也会比较远 那我先直接试价买 试价买了以后 你就会看到有一条绿色的线 这就是我们买进的位置 它的试价在这边 加上点差 你就会得到一个买入的价格 这时候画面 我们移到画面右边 垂直比例这里 按住滑鼠左键 往下拖动 画面就会缩小 这个要干嘛 要拉止损用的 停损 我们拉对的绿线 下单的位置 按住滑鼠左键 往下拖动 买入就是往下拖动 就会出现这个虚的红线 那你往左边这个小数字看 它的会产生一个 最左边这个是下单的编号 它会跟我们 上面绿线 这个编号会一样 那上面是buy 它会显示说 这是买入还卖出 然后这个sl就是stop loss 停损 然后它会显示多少美金 放在这边停损是多少美金 几个点 它都是小 十分之一点 所以这是53点 9点 放开 接受 接受 OK 看能不能产生 不行 那表示什么 这个停损位还太近 它可能需要的是更远 那我再拉远一点 好 会抱一声 它就表示说停损 这边OK 那我刚才讲的是说 你必须要在下单之前 先确定 你这一个停损位 我们用十字线 就可以测量 刚才下的这个位置 距离你所想 我们看到的停损位置 会有几点 假设是50点 中间那个数字 就是50点 那50点代表多少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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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点大概是10美金 50点就是500美 500美这是一首 那0.01首就是5美金 你必须知道这一段波动 代表5美金 你要的空间是多少 你要的空间是多少 这个下单停损 我们再进到检视 终端 这时候我们会看到 这边的这个账户 开始有点改变 这边是 一开始都会有点差 也就是交易成本 他会在一开始就收 不管是买单卖单 我们这个市场是以卖价报价 所以买进去的时候 卖价报价的意思就是说 买价跟卖价具有一个差价 那左边是卖价 右边是买价 市场上的报价 他是这个卖价 看一下1.3837 29 对不对 他是跟着这个卖价 卖价在报 所以卖价报价 是比较低的价格在报 所以我们买进去都会比较高一点 那你在卖单的时候 就会是刚好那一点 这个你必须去多下几单 你才会了解 可能一开始听不懂 然后这边是一开始收的这个手续费 而不是就是点差的费用 就是交易成本 那我们在选择一个交易商的时候 都不应该要有 下外汇都不应该要有佣金 这些不应该要有佣金 他跟你说免佣金 应该是本来就不应该要有 那在这个市场里面都叫止损 所以我们就也都是叫止损 那下了这一单 净值呢 就是我们在上一笔结算 我们一开始的其实是五万 在所有的单子结算之后呢 剩下五万 那这是浮动的盈亏 现在这个有涨一点点 我们要怎么知道欧元的点差是多少 我尽快看能不能在五十分结束 我们到再检视市场报价 按右键 然后 价差 这时候就会有 所以我说是一开始先练习欧元 就是他的点差是最小 开户的话会更小 他这个真实账户会更小 所以你在模拟账户能赚钱 还有一个好处 因为你这时候承受的这种 负担呢 你的装备其实是更重 因为你的点差比较高 等你真正的增仓的时候 这个会变小 那你的胜率就会更 就是整个期望值还会提升一点 我们就了解一下 大概的这个点差 点差就代表我们的交易成本 每下一单就必须被他扣除 扣除这种三个 三个点 三个点的费用 OK 所以有些就很大 很大的这种交叉盘 太偏门了 都不应该去了解他 除非你已经可以达到日线级别以上 你的交易的这个区间 已经超过了点差的五倍以上 你才能够开始做这种交易 这是什么700啊 什么的 有的是因为他的计算的方式不一样 这个超过了一般的这种 八位数的 就是他的整个报价已经太大了 他是因为国别不同 有些我们就太偏门了 就不要去看他 价格会有断掉的 都不要去看他 你看一些走势 比方讲 我现在拉一些口 太偏门的东西叫什么 就是他会断掉 这好像是挪威 拉出来看 放大一点 把这个换成可以线 再放大一点 就是他的图表是不连续的 这个好像也还好 有些东西 你去看 他在日线上还会有跳空的那些 或者是他的震荡太厉害 那个不应该做 因为我们就会承受一个 不可控的风险 那是很不应该的 再让他重新排列一下 大概就是这样 大概就是这样 试试看 试着去下单 但是必须要有计划 只交易你所计划的 然后有几率的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刚才还有 再讲最后一个 下单晚呢 你看我在交易的时候还会去 找利润的 MT是有一个很方便的地方 我们刚才往下是拉止损 买单 我们往上是拉利润 比方讲60 但是我看一下这里 一般通常是40点内 假设这一单的风险 这38点 加上点差3点 41点 假设是40点 我要两倍的利润 我先把画面缩小 两倍利润是80点 你这时候看一下左边 左边会有那个100 就是把它拉成80pips 800 就是我们第一个目标位 大概这里 不用超过没关系 差不多 小一点点没关系 790几可以 这个就是 两 来讲一下 这个讲完就完了 这里 这是我们的风险 风险应该用红色的 在国外呢 红色其实是有警告的疑问 所以红色通常都是不好 你的 你的金额 假如是 红色的时候 就是 浮动的那个东西是红色 表示是亏损 绿色是盈利 所以红色在国外反而不是 就是比较 具有风险的意思 这是我们的风险 这是我们的风险 这是一啊 这代表是 百分之一 也代表是 我们的一 那我要取的是 两倍的利润 就是它的两倍 就是这里 你就直接可以 拉着利润 2 2比1 这就是赔率的意思 那这里面 其实因为还有点差 所以在两倍里面 就会有两倍点差 所以点差也很重要 点差一直会被寄进去 那我通常会在下第二单 然后去拉 三倍 三倍的位置 假设是在这边 三倍假设是这样子 你也可以看格子 这边大概一格 所以这边一格 两格 三格大概这附近 好 这样就可以 做好 风险 然后利润 然后 比方讲下单的 下单完 我们能做的只是等待而已 等待它去 要嘛是打掉止损 要嘛取利润 然后有手机会通知 所以 有时候手机通知 我也 就是不抱着 不抱着希望 也不带着感情 因为交易 本来就是会有赢有亏 然后 你接到通知 可能是只赢第一单 第二单 通常只赢第一单以后 比方讲取得两倍利润以后 我们这时候要看说 它是不是已经开始 有一个新的一个 拐点可以去移动 所以MT是大概的使用 最初级的方法 应该就是这样子 这样应该就很好用了 那你假如不想要这些底色啊 什么 你可以按右键 属性这边去调整 调整完 比方讲背景 那背景就变白色 那你还要再去调这些阳线阴 阳柱阴柱 阳线阴弦 你去把它调一调 调成你要的 调完以后按右键 半本 就是保存成模板 保存范本 可以调整成 比方讲你的名字 存起来 下次就可以载入 你在不同 假设 我先假设 我存一个白色的好了 存一个 刚才白色不好看 先存一个 什么颜色 我试一下 假设是 这样的颜色 也不是很好看 先忍耐一下 示范一下 优色 然后我们讲到 这时候你就可以去套用了 你调好一个 其他的就可以去套 像这种下面 有些奇怪的东西就 不一定要用 我是都没有用 看你自己 要不要 MACD IS 什么 KD 自己拉 尽量简单就好 半本 去选择user 就是刚才有的 另外还有一个 这些东西保存在哪里 文件 打开数据文件夹 它就会存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我们不管 templates 範本 这边要做一个动作 右键新增资料夹 我们先建立一个 performer default 这随便你写 把这些预设的 这些都不要 只留下我们建立的 这样放进去 然后重新 等我一下 这个要到导航器 结束指标 这边要 看一下 有一个地方要整理一下 重新开好了 刚才我们建立了 自己的范本 以后 然后把那个 不要的东西都删掉 不要的范本删掉 这样子 下次你再找 右键的时候 就只会有你的 不会有一些奇怪的东西 这样比较好 不好意思 到12点 大概就是这样 会用到的 大概就这样 然后去享受这段过程 然后 也要谨慎的去使用它 去了解整个的感觉是什么 那祝你交易顺利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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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